好 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据报天津政协常委 北方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59岁的袁董事长刘慧文 本月中旬自杀身亡 此后几天中国银监会 一名48岁的部门官员李建华 本月下旬猝死 不过这些并非孤立的事件 中国青年报部完全统计称 从2013年1月1号到2014年4月10号 不满16个月期间 中国共有54名各级官员非正常死亡 平均每月超过三起 其中被官方认定自杀的有23人 那么中国官员为什么频繁非正常死亡 他们是否官不聊生 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今天请分析人士来一同探讨 请您锁定收看 参加讨论的嘉宾 由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 何平先生通过skype在纽约参加我们的讨论 另外一位是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伯树先生 张伯树先生通过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讨论 非常感谢二位 那么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551 400120551 大陆和台湾的两岸观众都可以拨通这个电话 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 首先请问一下张伯树先生 刚才宇州营介绍了一组数字了 从2013年1月1号到现在 已经有54个官员非正常死亡 其中超过40%都是自杀身亡 那么这当然是不完全的统计数据 这是中国青年报报道的 在您看来这些很多的官员 为什么都像唐塔一样都跳下去了 是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那个中国官场的这种 最近这个杀的人很多 我想是不是可以用这么一个词来概括 就是官场这么多年的话 在中国是一个高危生态 高危生态 之所以是高危生态的话 我觉得是两个原因造成的 一个当然是诱惑太多 在我们中国的官场上的话 大家也都知道 由于是个党国体制 它的权力是没有制约的 或者是权力没有我们所说的 那种宪政民主意义上的制约 所以这个官商结合 这个权力和金钱结合 可以给这个围观者 带来很多的好处 它有太多的诱惑 这些年无论是地方上 还是中央上面 出了很多的小老虎 大老虎 这个小苍蝇 那这些的话呢 其实归宾接底 都是因为 在我们这样一个权力不受制约的 这么一个官场生态里边 那么它存在着太多太多的诱惑 使得官员的话呢 总是想从这里面去捞取好处 这是一个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的话呢 我们这个官场又 至少的陷阱有太多 陷阱太多 就是说呢 你想你这个 你在这个围观过程当中 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 那当然 从法律上也好 从道德上也好 那这些方面 总是会有一些个问题存在 但是从习近平上来以后 18大以来的话呢 出于这个党国中心吧 甚至是这个红色帝国 决体的需要 习近平确实也在大力反腐 这我们也能看得很清楚 以至于现在有一种 所谓官不留声的这种说法 但是呢 中国的体制内的反腐 包括现在习近平的这种反腐 它呢 又有这么两个特点 一个就是说 它是一个非程序性的 这个当然是不仅是从习近平开始 习近平以前也是这样子 那么所谓非程序性的就是 中国对这个官僚的这种质摊 它不是通过一种正常的 一种司法的途径 那么经过这个调查 然后检察院起诉 然后法院进行这种审理 然后进行宣判 然后有适当的这种辩护 有这样一套合法的 程序性的司法的程序来做 在中国的话呢 对官员 对党政干部的这种整肃 一般来说的话 首先是要借助于 它的这套所谓检检机关 借助于它的正法外系统 那么这套系统的话呢 它是通过一种 党内这个立规的方式 如果你出了问题的话呢 我是先通过所谓双规 在规定地方 规定地点 然后要找你谈话 而且这个谈话 和这个整个整肃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充满了很多法外施压的特点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它是一种非程序性的 当然会给我们所有的那些围观者 带来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压力 因为它不知道什么时候 可能会找到它头上 不知道自己过去哪件事的话呢 可能被发现了 然后的话就给它倒霉了 这是一个方面 当然还有一条的话呢 就是中共党那个斗争的话 有帮派斗争的特点 这个大家也都知道 这方面当然和平是专家 那么帮派斗争特点的话 就是它不一定是因为 你这个人在反腐 在腐败这么讲 出了多大的问题 或者是因为你可能 比其他的同僚更腐败 而是因为的话呢 你可能是牵扯到某一个 这个帮派集团里边 那么在党内斗争当中的话呢 你成了牺牲品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 它也仍然会以反腐的名义 来把你加以整肃 所以从一个官员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设身处地的来想 假如说我是一个官员 我可能我不知道 我自己在什么情况之下的话呢 就被拉进去了 哪怕我自己的话 只是一个小苍蝇 或者我这里边的话 我没有做什么太多的 更出奇的事情 但是就是由于这样一种 这个我被牵扯到某一个 这个帮派的这样一个系列里边 最后的话呢 我成了牺牲品 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当然也会造成 官员的一种内心的压力 好 对 那就是说的话呢 这两种情况 都会使得中国的官场 它是一个高危生态 是吧 它尽管说 它有很多腐败的机会 但是它也感到自己 心里边一直是一种 很恐惧的 很忐忑的一个状态 好 谢谢张先生 好 各位观众朋友 您正在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 VOA卫视 时事大讲探节目 目前我们正在讨论的是 中国官员 为什么频繁非正常死亡 我们对着线电话是 400-120-0551 接下来我们接听 几位观众 或者听众朋友的电话 第一位呢 是江苏的习先生 习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反腐 它这本身 它就是一场 就是政治斗争吧 他们那个呢 就是这些人 这些人的本身 它真正也就是一些 政治斗争的这个牺牲品 再加上呢 就是这些人 他本身可能也就是有一些 那个不可告人的一些 勾当的在里面 是 好 谢谢江苏的习先生 这个反腐本身就是牺牲品 所以这些官员们 自杀死亡的官员们 他们也自然是作为这个刀下鬼 好 接下来一位呢 是天津的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喂 那个我说一下 就是说这个现在 这个 这个 这刚才您说了 就是这个 这个 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自杀的 这自杀呢 因为中国这个 这个 有个特殊情况是什么 中国的这个官场和 中国民间啊 就是一种特殊情况 它就是人死全了 他一死了 他那个 他贪污那些钱 就全归他们家了 但是这个贪污这个犯罪分子呢 他也深知到共产党轻饶不了他 所以说呢 共产党人是专门是整人有数 他也至少自己下场好不了 还不如自己一辞了之 把钱留给家人 所以我要说就这点 好 谢谢天津张先生 接下来一位是云南的周先生 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首先是贪官太多 那么反腐力度稍微大一点呢 这些压力就来了 总有一些胆子小的 或者是稍微有点廉恥的呢 就受不了了 但是这个呢 能证明这些人确实是该死了 我就说这点吧 好 谢谢云南的周先生 接下来我想请在美国纽约的 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 就是刚才呢 这个观众朋友也讲到 就是有几种原因 就是脸皮厚的 脸皮薄的 那么一受到压力大 那么对他来说 他没有办法忍受 还有就是他一死呢 就可以一了百了把所贪污的 这个钱财呢 装进自己的腰包 那么除了这些原因之外 还有其他的什么原因呢 还有呢 就是我想问问 就是这些官场的 这些官员 他们非正常死亡的 一个呢 就是据官方的 他们的这个报道说 一是畏罪自杀 畏罪 那么也是因为压力过大 另外一位呢 就是他们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他们是 这个心理上有抑郁症 老百姓呢 讽刺 他们这个解释说 是这个中国官员的 所谓的关心病啊 这个当官的心理上的 这个得了病 那么您怎么看 这两种解释呢 这个他后面 究竟有什么样的 这黑幕 那么您作为这个 在国外的观察者 您的观察是怎么样的 我们当然不应该鼓励 和赞扬一个人的自杀 因为用这样一种方式 来自己这个实施生命 我觉得都是不应该的 都是应该这个批评的 但是呢 从现实的角度来讲 一个官员 他能够这个 献出自己的生命 我觉得他大体上来讲 前面的观众讲得很累 他至少还知道 有一点羞耻之心 而且呢 从政治现实的角度来讲呢 就是死了一个 死了我一个 幸福千万人 你比较像天津的 这个前市委副书记 这个政协主席 盛平顺的自杀 就挽救了 天津的整个官场 也挽救了 这个天津官场里面的 一个幕后的一个人物 李月凡 所以很多的官员 他死了以后 那么纪委 或者是检察院 对他的追查 就会多半是不了了之 所以他们确实有一点 就是说 因自己的生命 来保健家人 和保健他的 同僚的这么一种方式 那我也讲的是 前面这个张教授讲的 和其他一些媒体 所讲的 官不聊生和高危职业 我觉得官不聊生 这种说法呢 是非常的交情 是非常可耻的一种说法 因为呢 中国只要当下一个公务员 他的一生的衣食无忧 只要当下一个科长 当下一个局长 他基本上是享受无忧 如果当下一个局长和部长 他基本上是非和无忧 一生的非和无忧 如果他当了国家领导人 他和十辈子都没有问题 和一百辈子都没有问题 那么他的家族 这个富口帝国 富口帝国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没有几个 中国最高层的家族 是不腐败的 而且不适宜 他们的财富 根本不是以千万来寄的 都是以上亿的财产来寄 他自己的儿子不腐败 他的女儿就腐败 他的女儿不腐败 小舅子就会腐败 他的小舅子不腐败 他的唐硕唐性就会腐败 从这个记忆来讲 没有一个中共的 最高层的阶层 是可以读得了的 所以用官部疗声 这么一种说法 刑警官员经历的状况 那是很可笑的 那你把官员字样出来 让老卫生当当官 看一看 对不对 那高位职业 这也是不对的 高位职业 难道比工人的职业更危险 难道比自由民主分子的职业更危险 难道比知识分子 后来后来其他的生活在危险的职业里面更危险 不是这样的 中国人高层的这个腐败的这个极高的回报力 使没人感觉到是危险 如果是危险他会去当那个部长吗 如果是危险他会去当那个国家领导人吗 我觉得从高位职业和官部疗声的这么一个角度 去分析今天的这个反腐败的官员的这个问题 其实都是比较交情而且是不准确的 而且是很引领为根 他们去逃避 中共的这个反腐败 正是因为腐败 这些官员则去当官 正是因为有腐败的机会 这些人则会去当这个公务员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 他们的被抓 他们的这个自杀的比例 这个增加 这一点都不奇怪的 那自杀率最高的在美国 那可能是陡场 对不对 因为陡场的回报力可能最高 他的风险 那是不是再大呀 是不是应该我们更多的给他 赋予某一种这个评价 觉得陡场是一个高位的这个职业 其实这是 这是我觉得是有所偏颇的 对不对 这个张教授 但是就是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值得同情的 这么一个一个蠢题 更不应该用光不聊生的 这么一个词来行进这个团队 好的 等一会儿让张博树先生来做一下回应 不过我们再接听 两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一个是吉林的吴先生 吴先生您好 您好 是我吗 是的 请讲 我认为这个是这个 波源自杀 波数 那都是习近平 现在打虎打得厉害 他们吓的 他说 这个 他等天黄黄不可终日 恐怕打掉他 他生不如死 所以说他自杀 这种情况下 他自杀了之后呢 他落个清白 如果他不自杀呢 他落个参观 在历史上 他留下这个臭名 你这个自杀率40% 我认为他应该多点 80% 90%多次点才好呢 最好呢 你这个高官 这个 这个 钱元老子 你这个省长 多次 多下次点 你市长 多下次点 县长 乡长 你多过下次点 我们老百姓才乐呢 这就是我的观点 谢谢吉林的吴先生 发表您的看法 接下来请宁夏的高先生 参加讨论 高先生您好 喂 你好 共产党它这个 本身就是一个黑社会体制嘛 总是用黑社会加法 来承设反观 你像 就比如说 审判国际来吧 为什么不能公开 让大家都 你只要是公民 都可以免费去听啊 可以不用 那个 因为不用去掐那个片子啊 有罪的不是贪官有罪 贪官他是人啊 你这个权力不受精度 我当官 我当然要让我的亲朋好友 都逼着我 发家之父 一人得到 欣赏支持啊 这个有罪的不是人 有罪的 是这个制度维划 好的 慈禁平他这种白腐败 实际上就是一种 黑社会的白腐败 是巩固权力的白腐败 好 谢谢 您下的高先生 我们还有差不多三分钟的时间 把时间交给张波树先生 第一您对刚才 何平先生那个看法 做一个回应 另外再请你对我们几位 听众观众朋友 打来的电话 发表的看法 谈一谈您的意见 好 好 谢谢 刚才我听到这个 和平老行 谈了一点不同的观点 他觉得高危 生态这个词 用来形容这些 共产党的围观者 似乎 好像太对他们那个了 因为我们确实的话 有很多 自由知识分子 在追求中国民主过程当中 付出了更多的牺牲 那你要说高危的话 应该是一个更危险的 这样一个领域 这个也不假 但是我说的 当我讲说中共的官场 它这个高危生态的时候 其实我是在另外一个 不同意义上来讲的 这两个之间 实在不具备合比性 我说的这个官场的 高危生态 指的是中国的官场 和其他国家的官场 特别是和民主国家的官场 之间来进行比较的话 那么它处在一个高危生态 所谓高危生态 就是说 它有了太多的诱惑 同时又有太多的陷阱 那么它容易犯错误 它容易出问题 容易腐败 而且的话呢 除了腐败以后的话呢 那么对它的追究的话呢 还面临着许多 带有中国特色的这样一种特点 因此的话呢 这种高危生态 它带有非常明显的 这种党国体制下的 这么个特点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 我们说作为一个 在中国的围观者 他一方面 他有很多的 这个可以飞行乘达 可以这个腰蝉蝉蝉 从各种方式的话呢 也可能一下就 就就就就就 就非常天上下了 但是的话 也可能突然间就被打下来 而且的话 莫名其妙地就被打下来 这情况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这样才产生了 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 有许多官员的话呢 最后居然是自杀 用这种方式来结束他的生命 然后这个这个 来来来来 来摆脱他的这种困局 那么话说回来 这种生态的形成 归均结底 是由于我们当下 中国这样一种党国体制 这种体制权力是不受监督的 是不被制约的 或者说的话呢 他没有受到我们应有的那种 来自这个权力的这种合理设计 来自公民社会 来自自由的媒体 来自一种公民的这种 这种对政府的批评 这样一些的监督 它是不存在的 或者说非常之弱 而且到现在 我们所看到的 党国还是在继续 拒绝 来自这些方面的批评 拒绝来自这个 现代民主的这方面的呼声 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 党国这种官场的高危生产 它就还会继续 但这种继续的话呢 不但是会给这些围观者 继续造成这儿的压力 而且从我们整个国家的 转型来看 这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因为中国的今天的情况 已经看得太清楚不过了 是吧 那么中国要想往往前走 必须通过一种 这个宪政改革和民主 转型的形式 是吧 要从根本上的话 对中国的政治结构 进行替换 不管这个替换是 通过什么样的形式 也不管这个替换经过 需要多长的时间 但这件事情大势所趋 所以我想 即便是从那些个 围观者来讲 他自己要想把这个官 做得更差一点 就像我们在民主国家 所看到的这些个 这个官场 做一个职业领域 这些围观者 他可以合法的去 执行他的权力 执行他的业务 同时的话呢 也合法的 获得他的应有的收入 而不去搞那些 外面行道的东西 这个东西的话呢 在中国现在 已经显得如此的弃绝 甚至你就算是一个 本来还好像 还不错的官员 但是只要到了 这样一个领域里边 那么他的话 往往就被陷进去 他就难逃 这样一个东西 这本事是非常非常不正常的 刚才几位听众的话呢 大家在这个电话里边 也都谈了很多东西 我都赞成的 因此我觉得 就中国当下 这种官员自杀 频频自杀这种现象 恰好说明一个道理 就是中国的民主转型 是势在必行的 既是为了我们这个国家 为了我们的老外星 其实也是为了 这些个官员 这些官员如果想 这个本分的 他的实施的 合法的做一个官员的话 那么体制必须改 否则的话 没有出路 好 谢谢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 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感谢美国 民进集团总裁和平 以及哥伦比亚大学 客座教授张博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